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项目上嘚啵嘚 最近发现,这在中国生活主打的就是一个事实无常 你看,本身你好好的干着自己的事,不知道哪一天可能就因为饭碗万岁爷的机会 糊口的饭碗就这么没了 之前咱说过一个做美食的博主,叫美食作家王刚 他的视频做的挺好,饭菜按步骤弄出来的也挺香 但要说哪点不好,就是这人实在是没什么政治敏感度 非得在11月27号这坑截上发蛋炒饭的视频,讽刺老毛,膝下无子 这两天这不是让有关部门给疯了一回 他一通道歉,说自己不知道到底哪错了 哎,没想到这两天又在狗里 这回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他公开了老习的官方体重 结果现在不仅所有平台都显示他不能再发言了 而搜索也找不到他 连海外的账号也被下的删了视频 肯定是有人去敲门了 但你说他干了什么呢,不过是发了一个视频 这不过年嘛,农村家家户户都养了年猪,得提前收拾出来,给宰了分好过年用 所以他这视频的标题就叫,我们宰了一头200多斤的大肥猪 哎,你看看,颜色合逢,可定可谋,这叫一个尴尬 你说你这网军,是不给他弄封号禁言了 可能老百姓呢也不知道这万岁爷的官方体重 可现在一弄吧,大家都心知肚明 要不说论乳包,还得是专业的队伍强 可你说他找谁来啊,好好的做着菜,锅从天上来 要不得等所有老百姓都不讨论这事,他才能付出 要么就直接转幕后,直炒菜,不说话 但这么长时间的辛苦不也就白费了吗 要说老西最近确实有点敏感,草木皆兵,弄得谁都不安生 就跟他这年过不下去了一样 这不,前段时间大规模的清洗火箭军,源头这两天公布出来了 他自己不知道,反而是人的境外势力那儿给爆出来的 资料显示,中国所谓特别自豪的东风快递系列导弹 里面装的根本就不是燃料,而是水 别说点燃了,威力还不如一个RT9 老西一听这个就怒了呀 毕竟他是百年之大变局的倡导者,还指着这些快递去收复失地呢 你现在告诉他,钱剥下来,但是手底下这些人给贪污了 快递发不出去,得在家里当哑炮,那他能开刑吗 而且这部队贪腐也不是头一回 两年前中国跟印度起边境冲突的时候就已经向了端倪 高端的设备没有,用的冷兵器 而且说好的装甲车让人家愣给铁皮刺穿了,这又牺牲了好几个 要不说这帮所谓的上位者是真不把人命当命呢 还是挺儿戏的 所以老习这一集部队抓了不少 而自古这些所谓的独裁者,他被选上来的是因为符合那些大家族的利益 而他下去肯定也是因为耽误了那些大家族挣钱 跟老百姓呢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又有消息称现在这帮老革命啊和二代三代们正在秘密会议 想看看怎么能给老习取代了 争取回头换一个更听话的上位 但是这事也比较难办 毕竟老习现在翅膀硬了 手底下又拢了一群不要命的 说不准哪天脑子一抽 就把这些有背景的都先送到前线去,身先十足 当年老毛就这么玩的 把国民党百万大军送到前线,不给弹药粮草,自己搭了个儿子赔命 而老习这么干的话,就不知道得把谁带走 听说他好像也有个私生子,哎呀,你说投胎也确实是个气数货 机遇和风险并存啊 而为什么说中国现在主打一个世事无常呢 因为奇妙的事确实非常多 而这几天,另一个很让人不能明白的事是 青岛有一个外卖小哥,送外卖的时候碰上一个较真儿的保安 小区有规定啊,说你放一个骑手进来就罚五十块钱 所以这保安大爷非常紧张,就跟这外卖小哥儿杠上了 可外卖小哥儿也委屈啊,说我超时了也得被罚款,就非要往里进 一来,二去,两人动起手来,最后扑子二十八下,哎,外卖小哥儿凉了 而这事还不仅仅只是所谓的底层护害,更让人觉得戏谑的是这外卖小哥儿的身份 他是一位高中毕业就去国外留学的海归,专业的是心理学 但是这玩意儿在国内呢,没有关系的话,用武之地不大 而中国人大多数心里的问题是因为没钱,更不会花高价去看这个没钱的病 所以呢,他只能按照自己的爱好做做木匠啊,干干自媒体,也没挣到什么钱 而从他出国开始算,这么多年花了小一百万 本身家庭条件好,可以不在乎 但是这部关门运动,这几年啊,大批的企业不行了 小哥儿很不幸,家到中落了,从富二代变成了平平无奇的普通人 哎,他这才开始送外卖,你看看这都够写传记的了 而他跟保安大哥起冲突那天,是他上岗的第六天,你说救诊命 当然啊,他的学历,背景在这个故事里不是重点 而重点应该放在那二十八下上,朝朝致命的保安大爷身上 从速度到行动,这哥们一看就是身经百战的老手 就是不知道物业雇这样的人到底有什么图谋 而普通人被社会逼上绝路啊,在中国现在是真不少 可惜的是,在这个故事里没什么人讨论 你看吧,新闻到最后关注的哪是社会真相啊,不过是看谁怂 所以你说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呢,你是怀揣希望好,还是早日认清现实靠谱呢 哎,这个问题就困扰了很多年轻人 这不,有幸运找到工作的一个年轻人 他呢,跟公司提出辞职 领导不理解啊,说你不是干的挺好啊 同事对你的评价也不错,为什么要走 而他回答,说我想不明白,大家努力工作,通宵达旦的加班,都在为了创造好的内容而开心 但是最后被选去执行的都是那些不痛不痒的文案 那我们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呢 你看,年轻人觉得自己创造啊和热情希望被认可,这很正常 但领导的话更合理,他说你们的工作让公司活了下来,并且拿到预算 有了钱才能给你们发工资,你们才能创造,这就是意义了 是不是很现实,从生活一下变成了活着 你说这两方有错嘛,谁都没有 而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消磨热情的过程 所以划发仍有赤子之心的人不多,对工作不要保有期待 对生活逆来顺受,可能就是很多中国人的现状 要不然人家活着意书能成为经典呢 想在中国活得好,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你看股市,吸引了多少有梦想的人,想着跳脱阶级,一夜暴富 但是现在呢,护纸再度失守2900点,什么电视剧繁花呀 看人家炒股盆满钵满,没想到自己只能凌落成泥,让人家碾坐沉了 所以这事儿说明什么,说明在一个世事无常的国家呀 千万不要想着坐长线,最后裤衩都不上 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才是人生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说美食作家王刚因为发了200斤肥猪的视频就被封了 是不是因为暴露了老习的属性和体重呢 而海归送外卖跟保安器冲突这事 能不能说明中国底层互害是因为穷呢 欢迎留言,评论,吵架 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 并分享给更多吃痛到喝的人 感谢观看,下期再见,拜了个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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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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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